澎湖细雨发生了渔船火警 大火将整艘渔船烧得金光 还好船长和两名渔工及时逃生 而根据了解 这艘渔船前往了渔港捕网 准备要出海捕鱼的时候呢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 或是瞬间延烧 浓烟直窜云霄 消防队还有海巡人员 结果通报立刻前往抢救 大火黑烟不停向天空帽 消防人员也不停洒水 却还是阻止不了火势烟烧 渔船就在海上 消防水源不予缺乏 不过渔船上的油料 更加助长火势 抢救困难 喷洒泡沫灭火 车要塞下 塞下要烟 结果到白猴 过来我吃这片 就看到它在吞黑了 这个消防的粉线 抢到地岸不复 那个环境又被塞进来 23号下午3点多 外岸井渔船 渔吉利告在池马渔港 进行捕网工作 准备出海 就在返回外岸渔港时 突然发生火烧船 火车不停从船舱中 窜出浓浓黑烟 可是连在6公里外的 马公观音亭 都可以看得见 它城市 就前的地方 我们效能人不太容易接近 我们现在利用接驳的方式 用接驳那个 泡沫苗子 还有人员上船去抓 它灭火的动作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 让整艘渔船 几乎复制一具 船长还有两名渔工 及时跳海逃生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林静同 澎湖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幻地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